举例来说 请问一下我是不是要去做资料的检查 行ID它是文字 文字要怎么检查 数字要怎么检查 这就是我们现在应该要理解的事情 所以我们先来看一下 如果说是文字 请问文字我要做什么检查 例如说第一笔记录 第二笔记录 第三笔记录 那理论上我有多少笔记录 这是我们应该关切的怎么做 首先我先移到最下面 怎么移到最下面 EMD这个案件到最下面 所以我们总共有多少笔记录 就是多少列 一万页的记录 接下来我们第一个值是 由小排到大 一个值是一 最后一个值是一万 我觉得你还要再多做一件事 重复性这么重要 就是直接用里面的快速的工具 刚刚我都在教你那次检查文字 那剩下的15个你要比照相同的做法 第一个我们先看看有多少笔 第二还是一下 然后接下来行ID不可以重复 既然不可以重复 我就要去检查一下 所以这个不可以重复 通常我们会 这边有一个叫做是否可重复 这个是N是Y 就像身份证字号能不能重复 不行 这件事情 这件事情要在一马步里面 是很重要的事情 既然它不可以重复 有没有快速键来做这件事 首先选到A栏 常用设定格式化的条件 新增规则 1.选到A这一栏 2.常用 3.设定格式化的条件 新增规则 接下来这边 指格式化为1或重复的值 这样子我们把重复的 用特殊的颜色标出来 所以格式填满 我们加个底色 这个底色给它用橙色 就是等于它就会变成橙色 确定 好了 我现在刻意的把这个7改成6 它就会标出来重复 但事实上 它没有重复 这要检查很重要 所以麻烦请你们先练习 我在这个地方 把14改成13 它就会出现 你当然现在要检查 就是慢慢的往下去拖移 它没有重复 只是告诉你1到1万 我们必须要去做 这样子的一个资料的检查